欢迎走进文言那些少 故事虽小 但里面的雀字意思还是很不一样的 接下来舍军就一一分析 这是雀的撰文字形 左边的部分是去 表示离开的意思 右边是人 合起来表示在某人面前后退 所以雀的本意就是向后撤 退步的意思 这个本意现在还是很常见点 比如说成语 网而雀步 这个雀用的就是他的本意 意思是说 远远望见了就吓得迟后退 不敢前行 再来看左边第一行 令向如持臂确立 这个情节咱们也非常熟悉 你秦龙不是喜欢和氏臂吗 哼 我老令偏要摔碎了他 那理解完句意 咱们就得好好分析一下雀 这一只雀就是本意退步的意思 句子是说 令向如手拿和氏臂 向后退了几步站住 现在你知道了雀的本意 而雀的本意始动以后 就变成了始什么什么退 击退的意思 看左边第三行 秦王欲罚赵 又恐连颇雀之 碎霸 这个雀就是击退的意思 句子可以解释为 秦王想要攻打赵国 又害怕连颇击退自己 于是就停止了攻打赵国的计划 刚才咱们从雀的小传字形 推出了雀的本意 雀的小传右部分是个结 独作结 这玩意儿可是和角字同一偏旁 那这件事也很好理解 因为本意是向后退 不用脚丫子 咱也退不了 所以雀的这个本意 是需要用到脚丫子的 不过随着汉字的演化 雀肯定不会只停留在 用脚往后退 这个意思上 他还可以泛指身体其他部位的退 这个意思如果是用到头部 就可以解释为 回头回头看 左边第二行 雀看柱欲撞之 秦王恐其撞臂 而令其归兆 这一点雀就是回头的意思 整句话是说 向荣回头瞅着柱子 想一头撞上去 秦王方的不行 只好让他带着和氏臂 回到了赵国 前面咱们说到了 雀可以泛指身体其他部位的退 那如果是遇到事情往后退 雀就是拒绝的意思了 所以雀又有了拒绝 推雀 排斥的意思 咱们现在常用的雀之不公 还有盛情男雀 都是用的是雀的这个隐身意 雀之不公 是说对于别人的邀请或赠语 如果拒绝就显得不恭敬 而盛情男雀是说浓厚的情意难以推却 那以上就是雀的所有识词用法 下面咱们来说说雀的虚词意 雀有个副词意表示又一次 可以翻译为在 所以左边最后一行 向如不如使命归国 雀见赵王 败为上大夫 这里的雀就是在的意思 句子是说 向如不如使命 回到赵国 再一次败见赵王 被授予上大夫的官职 到此雀的意思就学完了 让咱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雀的本意是向后撤 退步的意思 使动之后就变成使什么什么退 击退的意思 有本意的用脚向后撤 引申到人体其他部位 雀又有了回头回头看的意思 而如果是遇到事情往后退 那就是拒绝 推却 排斥的意思 最后就是一个副词 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赞 嗯 关于却的那些事就说到这儿 下个视频要出现的是除 咱们不见不散